欢迎回来TV新闻大白话 虽然所有民调都认为 好像民众对于战争的威胁感 没有那么急迫 但如果你翻开今天早报各报 放在一起 就觉得 兵凶战危真的要打了吗 其中国防部长邱国正 就已经直接跟大家讲说 我们没有什么前方后方了 还有个重要的重点资讯是 我们年轻人朋友告诉你们 明年也就是1月1号 94年4今年毕业的现在的学生们 一南1月1号确定要入伍 不会因为你要选举 要投票认识政治因素要延后 他现在挂的保证 所以年轻朋友们 你们1月1号延长兵役 明年就开始要来服役了 而同时 这个亮哥讲到一件事情 国民党有一句话 让赖清德卡在那里 是哪一句话 跟美党民调很有关系 战争跟和平的选择吗 国民党那句咒语 青年上战场 笼罩了整个选举 很多人听进去了 而明年1月1号 青年们要先延长兵役 之后就要上战场了吗 而最新美党民调里面 认为认不认同明年1月 是战争跟和平的选择的时候 有20岁到29岁同意的人 只有5成9 5成9 5成以上 常常不到5成1的这样的概念 所以说到底是不是呢 但无论如何 还是影响了所有年轻人 对于自身权益 上战场的担忧害怕吗 邱国正讲得很直白 两岸如果真的开打的话 台湾是没有前后发的 听听他怎么说台湾目前的处境 我们不期望开打 但一旦开打的话 我在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我已经在强调 是很惨烈的 而且没有前方后方之分 那到时候呢 整个国家 完全投入于作战的话 这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 汉光野区科目 也是因为这个来做个调整 东部遭遇攻击 有在想定 因为汉光野区是全面的 刚刚傅光特别跟我说 五成算是很高的比例 其实我会认为 因为如果年轻人的话 应该有更高比例 对我来讲五成都已经算低了 五成的一半的年轻人 都觉得这样子是 战争和平的选择的时候 赖清德怎么选呢 那么权动法风暴之后 全民备战气氛蔓延 这是一个新闻分析告诉大家 民党政府不断强调要备战 那么让民众联想到的就是战争 那怎么会是跟战争无关呢 不就是会不安跟恐慌吗 其中几场演习 你们可以看得到的假 汉光39号演习 电脑兵推 这个月就要登场了 其中邱国正也证实 在立法院打询 就是说会有美军的代表 来一起参与 其中台北市的民安演习 昨天已经看到的画面 就有AIT相关的人员 在现场观摩 民安的9号演习里头的战争情境 模拟台海如果万一发生战事的时候 把战争情境从57% 提高到70% 这些画面 是让大家更有警觉心 但同时不也同时会担心 害怕吗 尤其是今天早报打开来 另外一边的版面 要告诉大家什么 不只是警察平常维持治安 抓诈骗 我们治安的枪响到处都有 还有一个工作室 下班之后忙着要去拉客 要干嘛呢 要招募青年加入民房 警政署准备要扩大 18到40岁的民房议警 协助支援军事情务任务 你愿意吗 有玉兰爆料 警政单位的规范警察 要每招募每一位 这样这样的民房的民众 就可以寄一支嘉奖 据了解为什么呢 他说是因为美方给了蔡政府压力 包括延长兵役 包括军购 包括平民也要武装 这样的概念 所以警察为了达成这个KPI 只好宣传 只好用下班时间去 但是这个宣传和拉客 很容易吗 不容易啊 因为连车马费都没有 招募青年有什么好处 以高雄资深的民房分队长 他告诉大家 第一个要自掏腰包 让队员聚餐 然后只有600元的生日礼金 年终的时候抽奖 最多最多好吧 易经电视 才能维持一定的人数 所以易警民房 要协助警方这些勤务 是很困难的 我要怎么找到这样的来源 现在逼给警方的KPI 真的是让他们忙的还不够吗 那么再来看看相关的关键 连游水电关键单位 也要民房来整边来保护 那么当然蓝军的立委就会批评 这根本是打战争牌 近来发含 游水电关键基础设施说 要强调有特种的防护计划 要进行民房的团队组编之后 要进行训练 让基层很忧虑 那么李德威甚至说 民党是在打战争牌刺激选票 那么恐怕会适得其反 当然内政部长林又昌刚刚也反驳了 他说这种是叫做 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 它不是战争牌 那是什么牌呢 那么蔡总统身边的人有谁 在很多的分析里面 大家看到欧布莱恩·麦考尔 都是美国重要的官员 而且甚至前官员 然后美国前国安顾问欧布莱恩 他说 中国很可能一到两年内 就会武力侵台啦 所以下相关的兵推显示 战争爆发的时候 我们只有两个选项 这个只有美国两党议员 呼吁赶快向台湾交付武器 尤其是众议员两院的党议员 已经呼吁拜登赶快武器要给台湾 我们很多钱都给了 支付了 合约上没有任何的可以救济的途径 但他就是迟迟不来 然后采购了这么多年的武器 要提高台湾恶阻中国侵犯的能力 麦考尔说 蔡文章就曾经跟他讲过说 我的武器在哪里 我需要我的武器 真的这么迫切吗 但美国既然认为 我们很容易在这一两年 就引发了战争 那还是在他们规划 要预计可能会有的战争 那武器又为什么不来呢 钱照收武器又不来 这又是怎么回事 大家在问 台湾有事 美国真的会有事吗 真的会帮忙吗 不是要以美 而是可以做客观的分析 两岸紧张 美国的政要跟军火商访台的数量 真的是形容如过江之际 完全不为过 当政客要贩卖战争 军火商直接要实质的贩卖 军火的营收 两者都是互相相辅相成的时候 但是台湾有事 美国真的会把它当成自己的事吗 会来协助台湾 包括协防 或者给予实质的帮助吗 所以这也是赖清德 接下来当然非常重要的 一个大选可题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 就是票投民进党 台湾变战场 票投国民进党台湾有和平 为什么会有这种和平战争的选择 因为民进党很多的假设 很多的思考犯了重大的错误 第一个错误就是说 他们一再鼓吹说 备战才能避战 没有错 只有我备战 别人不备战 我当然就不会有战争 可是如果我备战 别人也备战 互相螺旋性的往上备战的话 这个战争怎么可能不发生 再说民进党的备战是荒唐无比 不跟美国要求 更厉害的制空权的战斗机 F-16V已经第四代的战机 现在还没拿到手 解放军营到第五代了 你怎么打 要给台湾最好的飞弹 他不给 给让二三流的飞弹 也就是说 美国假设我们制空权不会赢 我们制海权不会赢 我们防空不会赢 连爱国者飞弹 在乌克兰试验的结果 都没有办法防止俄罗斯的飞弹 那你有没有更厉害的飞弹给我们 也没有 那这些不帮我们忙 要我们拿AK-47 要我们拿AR-15的步枪 然后还刺针飞弹 说去不客气 一点用处都没有 那再来更可怕的一点事情 他说宣传台湾到处都会战场 没有后方与前方 在乌克兰实验里面不是这样子 因为像基辅就好 基辅比台北市小 结果俄罗斯有很多地方不打 俄罗斯总统务不打 俄罗斯国会 乌克兰国会总统务都不打 教堂不打 很多地方不打 那这什么意思 打内战是这种形式 一样的道理 未来台湾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台北市北平东路的 民进党的党部会打 民众党的党部不会打 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顾宫不会打 101不会打 国王部会打 教育部不打 为什么 现在战争都是很精准的 而且不然会弹药的 所以不会有 不会说什么到处战场 不会的 一定有些是战场 有些不是战场 你越靠近赖清德 越靠近蔡英文的话 有斩首行动的话 离他远一点 就不会有事 全台湾会常常这么局面 所以不会有时候 全台湾都是战场 你放心 那回过头来讲说 那难道除了备战以外 这种没有用的备战以外 有没有其他方法 有啊 方法多得很 现在不是大家讲说 伊朗跟沙特要弹河吗 不是要讲俄乌战争要弹河吗 不是讲说 那个 叶门内战打成这样子 现在都准备弹河吗 我们弹河的空间比其他人大 因为我们没有宗教冲突 我们没有民主冲突 我们没有抢石油的冲突 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冲突 只有一点 民进党告诉我们说 你不可以承认你是中国人 即使你爷爷是中国人 你也不可以承认中国人 像某台的主播说 他爸爸是山东人 不是中国人 这种谎话都说得出来 所以你这是 真正的莫名其妙的意识形态 去挑战中国大陆百年的羞辱 你不至少麻烦吗 所以我是觉得 民进党把整个台湾带偏了 只有造成今天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不管说 美国人怎么讲说 一两年内要武力侵台 或者什么几岁的年轻人 去做民房 一点用处都没有 那不是解决问题之道 我个人感觉错乱 不知道个人朋友觉得如何 是赖清德一直跟大家喊话 他们是副总统 他说明年绝对不是战争 跟和平的选择 但同时在战争这件事情的准备上 或者是双方不沟通的 这种风险上 却一直恶意螺旋往上升 难道战争跟和平 不就是选项了吗 确实就是如 郭正亮亮哥 他说的 所谓战争与和平 在年轻族群的支持度 同意说 明年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这件事情 40岁以下的 有超过5成是支持 这个对民进党的一点 是一个警讯 因为过去40岁以下 其实是民进党的传统 所谓的票仓 是倾向支持民进党的 但是在这一次 你可以看到赖清德最近的民调 在三月中到了41%左右 上下这个高点之后 到5月初 基本上已经降了6%左右 最新的民调呈现它是降了大概6% 大概都是在35到38这个区间 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再往上 有一个关键就是 年轻选民的支持度掉下来了 为什么 奇怪他最近这段时间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也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为什么会往下掉 甚至政府才发了6000块 这个红利应该是赖清德会享受到 都没有 可见亮哥当然他认为说 这个就是跟战争与和平的氛围有关 年轻人看不到未来 他不会想要支持一个 可能会发生战争这样的一个政权 这是亮哥的解读 那当然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最近听到一个笑话 就是我们简单讲那个叫 义和团势的捍卫台湾 怎么说呢 最近不是FAPA在台湾开大会 我听到我们的有国安高层去参与 那有这个现场就很热情的 那个叫台桥 就是美国回来特地来台湾 参加这场大会 当面就跟这位国安高层建议 我跟你讲 把美国去买防弹衣 每人发一箭 我们就不怕老公了 结果那个国安高层就冷笑一下说 只有防弹衣能打仗 就这样 就是你知道这种话连国安高层都 搭配AK-47步枪 所以我说关键就在于说 我们整体的防卫的策略是要有的 没有错 邱国正部长他讲了大实话 他讲说只要发生战争 第一个很惨烈 第二个处处是战场 没有人可以信免的 你不可能说 当然这个蔡志炎委员意思是说 你离民警长越近 可能战场的风险越高 但老实说台湾就这么小 你今天假设你隔壁街 假设被轰炸停电了 你可能也会受害 像乌克兰有撤退的边界 不是 你要去游泳 你要去游到哪边去吗 所以对台湾来讲 很困难的地方就是 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台海之间 一旦发生危急的形势 我们根本无处可逃 而现在居然是要招募 18到40岁加入民房 你知道依照民房法规定是 20到70岁都可以加入民房 为什么你要特别发文 鼓励18到40岁 所以很多人就说 这就是为了军事情务做准备 那这个如果没有讲清楚 未来可能会有一个危机就是 连警察都招募不到 他们不怕吗 不怕明天选情不好吗 明天一月一号 一月要投票 一月一号要赌 然后还要民房 这也要招募一起加入警方的系统 难道不怕这种拼空站围的感觉 影响到他选情吗 我觉得影响选情 但是面对台海局势 以及美国的要求之下 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那你看 今天各大版都会说 明年一月一号开始 我们的兵役延长就一年起跳了 那其实我们真的接到 非常多的澄清 希望说 可不可以让我的小孩 赶快先提前入伍 我真的不希望我的小孩上战场 但是你知不知道 当各大版都在丢出这句话的时候 为什么民进党不怕 政院今天抛出了什么 他要大撒160亿 他要大撒160亿 用四年的时间来抢救 青年的低薪问题 四年的时间 如果这四年来 我们的台海局势危机 根本都 假设 假设真的我们面临到台海之间的危机的时候 你还花这四年的160亿吗 你觉得你今天抛出了160亿 四年要让年轻人的基本薪资平均到4万2 你觉得这样子会有效去平衡到孩子们的担忧吗 还有家长们的担心吗 因为今年他们就说嘛 94年以后的就开始就是一年起的兵役 都是18岁的孩子啊 所以摆明了 今天我相信啦 国民党说的没有错 今天如果说真的 你票投民进党就是青年上战场 这句话对民进党有绝对的杀伤力及影响力 但是他们被美国 是不是被美国逼着强迫着 你必须得这么做 美方的压力 没有办法啊 那可以看到说 你今天说我们今天好备战才能备战 这个我们完全认同 但是如果说就像刚刚正元哥说的 我们备战他们也在备战 如果今天是不对等的对战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们是悬殊比例之大怎么办呢 大家知道吗 我国啊 我们在对美国才卖的 400枚的标枪飞弹 还有42号的发射器 还有1700枚的托式飞弹 这些基本上都应该在去年底的12月 就应该要到台湾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什么都没看到啊 有枪没有弹可以打啊 所以那到底怎么备战 那我们到底有没有跟美国 去积极的去争取 如果今天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备战 那你就拿出我们要备战的能力 那其实这里啊 我这几天跟很多前辈 他们就跟我套用一句话 你用这句话去问问民进党 这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老掉从谈脑别有一个新风味 怎么说呢 当初威权体制的统治者蒋中正 过去说过一句话 牺牲不到最后关头 绝不轻易牺牲 和平不到最后关头 绝不轻易放弃和平 大家来听听看这一段话 如果拿来透用到现在蔡政府 面对的两岸台海危机的时候 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所以连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都说要改用和平保台了 这时候是不是就显现出 民进党对于台海两岸的问题 开始已经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 所以为什么国民党 他今天会打了这个 票同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这不是不可能啊 你可以从今天你看 尤玉兰他说的这些 扩大扩边等等的 各位台北市也接受到通知了 台北市也被调警察了 但是细节我真的不敢乱说 因为我认为这是绝对有 接下来他们的规划以及安排的 所以真的是大家要特别注意 以及小心 如果今天连我们的警局 都开始要招募年轻人 进到民房的时候 大家可以可想而知 如果今天中央派的 要调我们的警察 来去做总指教官的时候 请问他到底要培育哪些人 难道我们这些远警 全部通通都要来去训练 这些民房的民房疫警 或者是疫宵吗 这个大家真的要很注意 而且这些事情也不能再拿来 只是政治上的操作了 我认为这件事情 真的要很好的谨慎来去看待 台海之间的危机 不要再把它拿来当成是 政党选票 拿来买票的工具了 因为民房系统 这个是知识体大 一方面增加警方的勤务 一方面民众是不是真的愿意 做这些事情 有没有意义 是不是有在符合 相关的保护这块土地的 正当性跟相关的资源 真的太多可以讨论的话题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